2月6号晚间 央视新闻联播是两度提及A股 合计报道时间是长达3分05秒 这种罕见的操作 到底有着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先生 杨先生下午好 下午好 想让您来评论一下这个现象 截止到昨天 我们其实已经看到A股 已经是连涨了三天了 当然今天的A股是有所回吐 那么昨天晚上 这个新闻联播传达的一个主要信息 其实就是政策会保证 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 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 这一次新闻联播的A股三分钟呢 好的 新闻联播一般都是对重大的事件 重大的政策进行报道 那么这次有三分钟的时间 报道维护A股市场的稳定 也体验出政策层对于股市的这种支持力度 是非常大的 那么事实上在A股 2月3日正式开始交易之前 多个部门纷纷发声 对资本市场提供大力的联动性的支持 而公募基金在近期也纷纷行动 多家公司自掏腰包 认购旗下的基金 从而为股市助力 那么这次股市从开始交易到现在的表现 应该说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 那么在开始交易之前 很多人担心 疫情可能会对股市的走势造成巨大的影响 甚至有人特别悲观的 看的点位看得很低 当时我就讲到 由于成价效应的存在 以及政策面对于股市的这种支持 以及疫情对于市场的影响是短期的 疫情早晚会控制住 所以市场的调整是一步到位的 那么我们看到大盘在周一 一步到位出现了大面积股票跌停 但是到周二 惯性提开之后 既开始展开反弹 并且是连续大涨三天 很多优质股票已经收复了失地 这个股价回到开始交易前的这个位置 特别是创业板 由于科技股的大涨 创业板大幅反弹 客战板也出现了比较好的表现 这说明投资者对于 这个疫情的这种负面影响 已经可以客观理性地来看待 没有呈现出恐慌的一种局面 除了周一的市场有恐慌情绪之外 本周其他几个交易日都属于正常的一个交易 虽然周五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但是市场恐慌性下跌的阶段已经结束 进入到正常的交易阶段 那么后市当然还要等待 疫情得到控制的一些信号 比如说确诊人数开始下降 那么这个针对性的药物 研发出来等等这些信号之后 市场会展开强劲回升 那么短期之内呢 预计市场会出现一定的震荡 那么三千点呢 有望成为下一个市场反弹的目标 那三千点得而复失 那么下一目标呢 就是收复三千点的失地 那另外想请要杨老师了 我们看到疫情期间呢 很多内地的中小企业 账面的资金是只出不进 而这种情况呢 银行是可以帮到哪些忙呢 另外金融机构应该如何来应对 疫情之后的持续经济服务 来做一些发展方面的相关服务呢 这疫情发生的非常突然 为了防止疫情进行步扩散 长途不如短痛 国际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比如说武汉关城 很多地方呢都限制了这个商业活动 比如说这个很多餐馆已经这个停业 一部分餐馆呢只送外卖 还有影院呢全部停业 春节当的电影全部下线 那么工厂复工时间呢 一直在推后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人口密集流动 导致的这种交叉传染 当然这对一些企业来说呢 造成了这个经营上的困难 特别是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企业 那么工人没有反工的话 无法开展生产 那么一些餐饮企业呢 账上的现金可能不足以支付租金和工资 那这一方面呢 这个在前段时间多个部门联合出台了 30条措施来支持 这些因为疫情遇到经营困难的这个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 因为这些中小企业呢 贡献了我国大部分的这个就业 所以对他们的信贷支持力度 肯定是会加大的 并且禁止呢 对这些企业随意的停贷 断贷 抽贷 给这个企业呢 一个这个缓和这个的时机 度过难关 等到疫情结束之后呢 各种生产活动就会恢复正常 那么在03年非典过后 我国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 比如说减税降费 以及成立20亿的这个基金 来支持企业的发展等等 预计呢 这次疫情过后 那么也会出台更多的措施 来帮助企业恢复生产 嗯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 比较轻松一些的话题 之前这个币圈大佬 孙宇晨因为是突发 顺劫时事取消了之前 与巴菲特的天价午餐呢 我记得当时跟您联系的时候 也讨论过这个事情啊 那么现在在这个六个月之后呢 这顿饭还是终于是吃上了 据说在这个期间啊 孙宇晨还是送给巴菲特了 一个比特币 想请问一下 您对于这个事情 是如何评价的呢 好的 巴菲特五三会呢 是全世界投资者都关注的 一个重大事件 那么在过去四年 我次次到美国阿玛哈 参加巴菲特五重大会 现场聆听了古神巴菲特 和芒格的真正拙见 那么有意思的是呢 在去年普通大会上 巴菲特和芒格都明确表示了 对于数字货币不看好 特别是芒格说 提到数字货币就感觉到恶心 那么这个具有这个喜剧效果的是 那么这一次巴菲特五三会 这个拍卖 这个获得者呢 居然是B圈的孙宇晨 所以引起了全世界投资者的这个关注 那么关于这顿饭 是不是吃何时吃呢 一直争论不一 那么在今天呢 这个孙宇晨宣布在1月23日 和巴菲特共进午餐 完成了这一次午餐会 并且试图让这个巴菲特 更多的了解数字货币 那么巴菲特呢 对于区块链技术是肯定的 他认为区块链技术 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变革 但是并没有对数字货币 进行过多的评论 那么实际上数字货币呢 仅仅是区块链技术的一个应用 不能过度进行炒作 像比特币这种有应用场景呢 可能有一定的价值 那么一些没有应用场景的空气币呢 一定要小心 好的 非常感谢杨德龙先生 这一时段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见